外野手 換上來的是曾豪居 上個半局帶跑的余德龍去守右外眼 讓忠誠又休息 周廣盛這個球馬上打到右外眼方向去 哇 追到了雞殺出局 周廣盛很痛苦啊 覺得自己打得還不錯 打反方向 而且這個球打得很遠了 這個打反方向是周廣盛比較拿手的 而且一般對方在防守周廣盛打擊的時候 右外野手都會站得比較淺 他這個球已經打得蠻深遠的了 想說應該可以Over了 結果被余德龍追到了 接殺 對 余德龍的守備還是範圍蠻大 打第一球 中外野方向落地的安打 不錯 打得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考慮 對齁 換人做地獅棒 佛戴琪 他的攻擊性是不錯的 來 佛戴琪在今年總冠軍賽 三個打數 敲出了第一局的安打 這一個動作 不知道總導會是總教練在透過班毅亞王子聰教練跟張泰山在溝通手 對齁 這個很耐人群味的 可能給他鼓勵啦 叫他加油 Yay 這個球打到的是在中右外野風向 落地的安打 一臉上的跑之後 哇這個球上到了三壘 趴五雄 今天個人也是猛打賞了 第三支的安打 而且還延續了同一師隊的攻勢 下一棒就是張泰山要上來了 藍米戈桃園隊現在馬上很暫停 因為現在單分差距離 包上是兩個跑者 這個投得太高了 偏高 在肩膀附近 在胸部的位置 這球 看我喜歡也掌握得很好 辰米戈桃園隊勝利 就只差一個出局數 Panel 電兵一下 投了23個球了 有飛利甦 喔喔喔 我們也捕捉到這個進鎖 吼哥勾勒 後子剛在給它睡眠一下 喔~~ 趕走這個 浸在他手上 去鼓勵他 任何人都需要鼓勵 倒不是年齡大小的問題 他能夠行過來的話 整個打線才會比較活潑 翁若空 陳明他說你不是A-ROM 你不是A-ROM 他跳一支全雷達就拚手 對啊 他是類似棒啊 你是森林王子 你是台灣打全雷達最多的男人 我對瑞利伯打得不錯 類型賽器打出三安打 兩出局一三雷有拋棄 好球 第一個球 張台山沒有出棒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了 這個位置靠在外角的位置 很雕三的位置 離他比較遠一點 卡米哥只剩下一個好球 放了一個外角球 贏右球 張台山沒有出手 就看看鼓勵會不會發生效果 如果當時總教練沒有去鼓勵他 高次剛也沒有給他鼓勵的話 肯定他這個打擊有機會三次 這個球打穿一二的方式 形成了一下安打 三連的跑車回來得分 張台山 跳出了安打了 5比7 同一世代剩下兩分落後 下一棒是高國際 張台山這一分 三連包翔代表追平分 結果他打出了安打了 沒話講 這次安打真的是打得太精神了 在外角高的位置 看得 把這個球一撇出去啊 球數已經落後了 只差一顆好球 量好球了 高世剛的催眠有效 有效果 對 這個就是當選手在低潮的時候 鼓勵與折備有效果 對 中導會是這一點也做得很好 前面的高國際呢 菲利普已經投了二十幾下一個區局數 就可以拚牌 這一棒有擊方向有擊手接到POWER 比賽結束 最後 LAMIKO桃園隊是以7比5 擊敗了統一世代 拿下了總冠軍戰的第四場比賽的勝利 同時LAMIKO桃園隊 在七戰四勝制的總冠軍戰當中 他們也取得了三勝一敗 清牌了 這場比賽的勝利投手 是只休息三天出來投的雷利 半戰投手則是連天又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